台北TIFA今天在华府展开技术性会商 正式会议将在明天登场 美方是否会对两岸服务贸易协议表达看法也成为主目话题 究竟美方会不会如台湾官方所称 认为反服务学潮将影响其他国家对台湾的贸易信任 今天的焦点纵横 我们请到中华经济研究院吴惠林教授 为您解析 台美TIFA本周六在美国华盛顿登场 现在有媒体担心说 如果两岸服务协议一旦双变 可能会遭到美方质疑台湾自由化的决心 请教老师您怎么看 我想这个应该是言过其实 因为这是TIFA 然后我们的是谁带队呢 就是经济部的次长 卓次长 卓次长好像有发表公开谈话了 说其实是福茂不签 跟美国在TIFA在谈 没有关系 那也是说我们加入这个TPP 是否能够加入TPP好像也是跟两岸的这样子是不是签订 这个符茂协议也没有那种关系 所以不管我们的官员还是这个美国的这样子各官员 大家都一同认为这个两岸签署了一些两种协定 当然包括虎帅协定就跟这个我们要加入TPP或是跟这个美国然后再谈TIFA 其实都没有关系 这个等于打我们的这个马总统一巴掌 因为马总统他是跟我们讲如果我们不跟这个对岸签署这个符茂协议 那就是在国际上没有信用 然后后来这个加入TPP的好像也受到这样子的影响 可是现在美国的官员都一再跟我们讲说欢迎我们加入TPP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政府不要然后再随便然后再发言 或者说真的要打击我们自己的这种士气应该怎么样很努力的 然后来跟美国然后来签订这个怎么样去这个尽量去加入TPP 因为美国其实是非常欢迎的那TPP应该是比较好 因为这是比较先进的那我们这个台湾经济体应该是这个 这个加入TPP应该是这个先进的这样子经济体的 那这个比较合乎这个TPP而不是去跟这个东南亚那些国家签 另外一个这样种这个区域经济 所以我们应该是全力然后朝TPP 现在也不要在这个两岸这个胡茂协议上 真的是太过于坚持了 因为这个是纷争所在 所以我们应该把所有的力量怎么往TPP这一条路来走 那现在这个台美这个在提法在互相协商的时候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这种机会 所以我们应该对国人这么样说 我们大家都共同努力然后往加入TPP然后来前进 我们就让我们共同后复权身们 就是这个 وج份製那边 Brooks 如果 그림也帮不会你知道 会不会断 他是一个比劲的 但是如果其他挺有 may complexity 关于 cinco 是愚蕃 sixt PK